由于很早之前做了一款2D角色移动教学 却没有具体表示能应用到哪 所以这次我想了一个小游戏 这是最后会呈现的样子 可以看到我玩的很烂 总没几步就输了 总之目标就是要闪躲这些桶子 然后我可以四处移动 由于移动的太慢了 这边我要跳出去调了一下移动速度 可以看到这次就超快 然后我就可以轻易的闪躲 总之木桶是有数量的 只要闪躲到木桶没了就赢了 然后又压爱很丑就不要介意了 好 这是上次做完的界面 如果还没制作角色移动的话 可以点右上角传授过去看 现在我们先去左上角这里 Windows Asset Store 点这个按钮 去网页搜寻这个背景图 打我宽起来的字就可以搜寻到 搜到后就下载它 另一个一样搜寻这个字 我们要用来当障碍物的 它里面有很多其他物件 一样下载它 都下载好了之后 它会让你回到Unity 我们只要把这个下载跟Import就好了 由于我已经下载了 所以这边就会显示Import 背景图这里也一样 找到它 然后Import进来 都好了之后 就在这空白的地方 创建一个空物件 取名为Background 然后Reset它的Position 再点回Background 右键创建空物件 取名为BG01 这边会这样做 是因为有时候2D背景 不止一张图 这样会比较好收纳一点 创建好了之后 就去右边这边 按AddComponent.Sprites 选这个SpritesRender 再去这里选取 我们刚刚下载进来的文件夹 我这边就选这个1920x1080的 里面有6张图 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 我就选这个黑黑的青空图了 把它抓到这里面 之后我来到这里 点它选Tiled 然后宽这边打100 高就打50 就会看起来这样 再去下面Default这里 点它 选AddLayer 那因为我已经设置好了 所以会多出现这两个 只要点那个加 再打上Background 跟Upstickles 再点住旁边的两条线 往上拉就可以了 这样是设置图层 因为角色图层预设是Default 不想被盖住的话 就把这两个图层往上移动 之后就回到图片这里 把Default改为Background 就可以了 可以起这边就好了 我们也可以顺利的在这移动 接下来就到这里 右键创建空物键 全名为GameManager 然后到下面这里 创建一个脚本 叫做Spawn Obstacles 来到脚本这里 把这都删了 开始设定需要用的值 首先我们需要存储生成的点 这边我就用Array了 然后要生成的东西就是障碍物 以及胜利的界面 下面这边就是设定生成的间隔 这边我就设置0.5 以及设置要生成的数量 我就生成50了 然后开始写Function 我需要一个随机生成 所以这边就用Random.range 去取得数值 然后再取得生成点的坐标 Return它的坐标 下面再写一个程式 生成障碍物的 就一定要打Instantiate 然后里面是想要生成的障碍物 坐标以及它的Rotation 里面上面有设置生成的间隔 下面我就用I Emulator 去做缓冲 先写一个Fold Loop 设定如果生成数没有达到我胜利的数量 就一直循环 里面就生成它的函式 然后确认是不是最后一个了 是的话就胜利 不是的话就继续生成下一个 再来到最上面Start这里 直接掉用刚刚写好的 回到Unity 我们把脚本丢到GameManager里面 然后开始制作障碍物了 来到下面这里找到我们刚刚下载好的文件夹 我就在Word里面点Prefubs 里面选木桶这个把它拉上来 然后去到最上面Tag 我就选Obsticle 没有的话就点它 然后选Add Tag 再点这个加打上Obsticle就可以了 好了之后下来选择脚本文件夹 再创建一个新的脚本 叫做ObsticleController 打开一样删掉这些 然后设定数值 这边我要先设置一个速度以及存在的时间 速度就是移动的速度 存在的时间就是它被生成几秒后会消失 在下面打update 里面就设定往下移动的code 然后当时间到了就毁掉它 回到Unity 把脚本抓进来 再去上面改名字 然后创建一个Prefubs 文件夹 因为我有了 所以就直接转进来 再点选GameManager 把文件夹里的障碍物 转到脚本这里面 这样就好了 接下来就是制作UI界面 到这里新增UIImage 叫做Background 然后点这个正方格 Alt加Shift一起压着 选右下角 这个颜色就看自己喜好了 再回到Canvas这边 选取UI点Text TextMatch Pro 然后名字跟里面就打Win 再去上面方格这里点它 一样按住Alt加Shift 点右下角这个 下面这边字型我就改成72 然后点这两个把它置中好了 之后再去Canvas这边选择Button 穿起吉他你就会来到这个为止 然后把这四个酒弄一下 这里看个人喜好 好了 再去右边把这都归零 再点按钮里面 就是在这边打Play again就可以了 之后再去Canvas创建空物件 然后把这三个拉到里面去 再点它复制一个新的出来 把它改名Ruth 然后把上面的Win不打工这里 先关掉它 再回到Ruth这里 名字跟文字就打Ruth 背景这里颜色就看个人 都设置好了之后也不打工这里 去关掉它 好了就回到GameManager 然后把Win抓到脚本这里面 在空白的地方新增一个空物件 叫做SpawnPoint 用来设置深层的点 把这个点拉到左边上面来 然后Ctrl加D去新增它 就一直这样用到最边边就可以了 之后就点GameManager 来到右上角钥匙所这里点它 然后把全部的深层点拉到这里来 就可以了 当我们测试后可以看到它很小 然后生成到一定的数量 然后Win的UI界面就会跳出来了 由于障碍物有点小 我们就来到Preface 点这个把Size都调成2 再去到脚本资料夹 新增一个新的脚本 叫做Player Trigger 打开后123掉这些 设置一个GameObject 去放置书的UI 再去下面打 OnTriggerEnter2D 里面就设置If去判定 是不是障碍物进来了 是的话就把书的UI秀出来 回到Unity 点Player 把脚本抓进来 再把书的UI抓到脚本这里来 然后去下面再新增一个脚本 叫做ThemeController 打开它一样删掉这些 然后创建一个函式 去载入关卡 里面就是要载入的口 再来到下面 写一个离开的程式 当玩家选了离开的按钮 就可以离开游戏 回到Unity之后 把Win打开 点里面的按钮 然后把脚本抓进来 再按Click这边的加点它 再把脚本抓到这格里面 选取ThemeController 然后RodeSign 在这里打你的光卡名字就可以了 书的按钮一样 点它 然后把脚本抓进来 再点这个加 选取RodeSign 这里打上Revo就好了 最后再去左边这里 File Build Settings 然后点Add Open Things 就好了 这时候就会是这个样子 如果觉得角色移动的太慢的话 可以离开 然后点Player 再移动脚本这里 速度调为20 如果觉得战略物太小的话 一样可以自行调整大小 总之教学就到这里啦 我是Ava 既然订阅按喜欢和不喜欢 拜拜 屏幕提供 有点误划 誓你 在这边 感谢护大家 有些一些 我无许意思 capabilities 哪 都没见 这是 我